好了,回來了 第一件事就要講講MIRROR紅館演唱會的事故 昨天有七個人去了西九龍警察總部協助調查 包括了舞台設計師和舞蹈員等等 消息說還有一個錄影的人 以及兩個簽名的工程師 都是去了協助調查 負責簽名的工程師 我相信他們應該不是簽了全部的 我估計 因為如果屏幕的情況 他們都夠僵簽的話 他們真的可以很嚴重 調查事故的政府工作小組 就開了第二次會 政府說經過顯微鏡檢查之後 相信大屏幕墜落的原因 可能是降溯出現金屬疲勞 引致斷裂 如果是金屬疲勞的話 究竟是誰出錯呢? 這個是要查的 金屬疲勞要不要主辦方負責呢? 這個是要調查的 因為我的理解是 主辦方也不是買這些器材 他也是租這些器材 這些器材 通常都會有另外一張紙 證明它是安全的 設計安全 以及運作安全 那 簽名的工程師 斷鼓 我是斷鼓的 就一定要說清楚 不會為屏幕的機械背書 因為通常簽這些名字的工程師 他們是結構工程師 就不會參與到機械的工作 如果有另外一個機械工程師 去簽那個機械的話 我就覺得很難 因為 通常這些器材 是第三方提供的 第三方提供的東西 當你沒有辦法確保它是安全的時候 你是很難簽那個名字的 你一簽那個名字 就會出事 希望他們沒事 這兩個工程師 也希望 Mo 這個舞蹈員 盡快康復 希望他能夠 走走跳跳 過一般人的生活 另外就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投票通過了一件事 現在太空經濟時代來臨 他們就會開展 撰寫新規則的程序 聯邦通訊委員會 認為太空新時代 需要新的規則 在軌衛星發速增長 和更高軌道進行更新活動 確保可以作出好的準備 聯邦通訊委員會計劃裡面的新規則 就是針對衛星的動能補充 和維修太空器具 和移除太空垃圾方面的標準 或者規則 這些規則會影響到 電動車救世主的SpaceX 我相信 當然他們會不會 為電動車救世主 讚寫一些適合他們的規則 我也不敢說 美國人這些事情是很厲害的 我要加回引號的厲害字 另外就是伊朗核問題 他的首席談判代表 在奧地利和各方會談 他就是副外長 巴蓋里 會談就是恢復履行伊朗核協議 這個談判暫停了近五個月之後 相關方面再次去到維也納 討論恢復履約的問題 英法德這三個國家都說 這個會不是開另外一次談判 只是一個技術性的商談 就叫伊朗不要提出不符合現實的要求 英法德也說 其實伊朗核協議的文本已經準備好了 伊朗必須考慮答應 另外普京就在Sochi 跟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聊天 普京就說 土耳其溪天然氣管 即是Turk Stream 這條管道向歐洲供應 俄羅斯天然氣最重要的動物之一 平穩完好地運行 不要有任何間斷 這樣就可以確保 土耳其和歐洲消費者的供應 土耳其溪這條管道 是2020年開始運行的 每年的供應量可以去到315億立方米 亞爾多安也說 土耳其和俄羅斯開啟雙片關係新篇章 就聚里亞局勢和阿富邱核電站項目的問題 和普京協商 阿富邱核電站是土耳其和俄方合作的 最大能源項目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 要應對全球重大挑戰 沒有中美合作就不能夠成事 這個說法我們較早前的節目都有提到 因為中美是世界上第二和第一大的經濟體 一定是要大家合作 這個地球才有救 古特雷斯的發言人強調 美中兩國沒有有效對話和合作 全球面對的迫切問題 就不可能有解決方法 較早前 中國外交部就針對 美國國會眾議院院長佩洛西 不理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涉 執意宣訪中國台灣地區 外交部宣布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有關措施包括 包括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東華 中美國防部工作會誤 和中美海上軍事安全初商機制會議 另外 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 中美打擊跨境犯罪合作 中美禁讀合作 和中美氣候變化商談 這八件事 現在這個情況是很難搞的 但是沒有辦法 國家的反制措施是有理有據的 美國方面不斷說是中國的責任 但是事實上 大家看得很清楚 美國方面 不管中國的反對 肆意打台灣牌 亂來 一定會有反制措施 現在搞了這個問題出來之後 所以 之前我們也有節目說過 其實美國也會很頭痛 這次是 這次佩洛西 其實他搞了這件事出來 不單止搞到中國 其實他自己也是搞到美國的 所以 這件事 大家都是要承受同坐的 好了 也要說一下電動車救世主 就是他跟社交媒體推特 那個收購的法律訴訟 預計是十月中開審 應該審理的時間就是五天 雙方就向了美國 特拉華州的法庭呈交文件 電動車救世主 馬斯克就駁斥推特 涉嫌以欺詐手段 誤到實際用戶人數 然後 又聲稱推特 將他的閘門關閉 避免馬斯克團隊揭發欺詐行為 其實這個電動車救世主 他四月的時候 是同意用440億美金收購推特的 七月的時候他宣布放棄 但是推特方面 就指電動車救世主馬斯克 有義務履行協議 那麼推特就入稟法院 希望迫使馬斯克完成推特的收購 那麼推特就說 馬斯克有華爾街銀行家和法律顧問協助 聲稱遭欺騙而簽署收購協議 既不合情理 又有為事實 另外俄羅斯 就有一個訊息 就放了出來 會限制不友好的國家和投資者 持有的金融和能源企業的股票買賣 這就是普京總統簽了一個法令 不友好國家和投資者被禁在 今年12月31日之前買賣 在金融和燃料能源領域所持有的 俄國戰略企業和公司股份 當中包括石油和天然氣生產項目 薩卡林一號 這個就是和日本仔的 薩卡林一號 這個生產分成協議 薩卡林一號裡面有Shell 有顯殼公司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憑記說 如果錯了就不好意思 另外涉及範圍 也包括煤礦、鈾礦、稀有金屬、鑽石 這些開發企業的股票交易 克里姆林公就表示 由於美國和其他外國和國際組織 對俄羅斯公民和法人實體實施 限制性措施這些不友好 和違反國際化的行為 為了保護俄羅斯國家利益 並且根據相關法律規定 實施這些限制 現在說一下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 個別發展 道指 升了76點 報32803點 升很少 納斯達克指數 跌了63點 收市 12657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 4145點 跌了6點 特斯拉收市 跌了7% Facebook母公司Meta 跌了2% 美國國債知識女上升市場 認為下個月聯儲局加息 0.75L的機會增加 支持金融股 摩根大通 收市升了3% 總結這個禮拜 道指跌了0.1% 即是負0.1 納斯就升了2% 標普500指數 就升了0.4% 待會我們會說一下 美國七月非農業 職位增加的 數據很誇張 是增加了 52萬 8千個職位 我們會說一下 這條數是很厲害的 還有失業率 再降低到3.5% 他們現在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經濟數據很強勁 聯儲局還有空間去加息 所以一加息的話 股市當然的沽壓就在那裡 尤其是那些增長型的企業 沽壓就停不了 為什麼特斯拉跌了7% 就是這樣 這些是金融分析師說的 另外歐洲的主要股市都是低收的 倫敦富時指數收市 7,439點 跌了8點 跌幅 0.11% 巴黎CAT指數 即法國CAT指數 就是6,472點 跌了41點 跌幅0.63% 德國DEX指數 13,573點 跌了88點 跌幅0.65%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布蘭特旗油 高收近1% 布蘭特旗油收市 每桶94.92點 升了80美先 升幅0.9% 紐約旗油收市 報89.01美元 升了0.47美元 升幅0.53% 這個升了一點 不是太多 另外 美元對主要貨幣是升的 日圓終於回覆機了 現在1美元對135日圓 1歐元對1.018美元 1英鎊對1.207美元 來到這裡 就要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會再講國內的消息 先休息一會 煙燃燈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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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